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海南出席 博鳳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的 全球自由貿易港發展論壇並且致辭 國際經貿上的戰略地位 更好應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挑戰 在出席專題論壇之前 陳國基和海南省省長劉小明等官員會面 陳國基在會上說香港和海南的經貿關係 素來密切 期望勤港兩地繼續貫徹優勢互補 互利共贏的原則 利用香港高度國際化的獨特優勢 把握海南自由貿易港的發展機遇 協助海南企業走向全球 另外陳國基和來自香港精英會 以及擔任博鳳亞洲論壇年會義工的香港青年交談 了解他們的工作和感受 期間鼓勵青年多到內地不同省市交流和實習 深入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 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